可以回想一下 就是爸爸生病的那一段日子 怎么样去安排照顾爸爸的这段时间 像白天我们还是去上班 那就妈妈可能要承担得多一些 那后来是二姐的女儿 她自己看到说 阿嬷要很辛苦地去照顾阿公 所以她就希望说能够来分担 这个孩子很贴心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情千万里 我们说孝顺要及时 在今天这一集节目当中邀请到本尊 我们欢迎翁珍珍师姐 主持人好 全球大观众好 继续来欢迎的是饰演妈妈的 我们欢迎张琼姿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在今天看到的这个剧集当中 就是珍珍跟娜娜都去考公务人员了 一个考上台电 一个考上邮局 对不对 那是不同时间的 不同时间 但是我们今天这一集当中 我们都把它呈现出来了 其实你有提到说 要考这个台电的正职人员 其实李老师有给你很大的一个鼓励 也提供给您说要招考的这个资讯嘛 对不对 当时候有没有曾经就是说 万一没有这个机会的时候 你本来想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当初因为我是半工半读的状况 只要有工作就好了 我也记得我还没有入台电的时候 也到我们那个人家那个小公司 那个什么牙膏的公司去当 类似小妹兼会计这样子 也有去当我临时工 但是后来老师叫我去考台电 就这样姻缘就这样种下去 爸爸妈妈对于您的人生的道路 有没有曾经给您什么样子的期许过 他们总觉得说在公家机构最好 所以延伸到说我的对象 他希望说也是公务人员比较好 像我妹妹的娜娜的先生是学校的 新岛族人 是 琼姿姐自己对于孩子的人生路 你会给他什么样的方向 或者是像剧中的父母亲 怎么样给他们支持吗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好像妈妈也说公务人员最好 我爸爸也是合作社里面的银行员 那对我两个女儿 其实现在父母的 想要规划他们的人生大概是 不简单了 没那么简单了 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 对 但是我总是 那我会跟你讨论吗 总 就是说我有跟他们讲 就是说不管你们要做什么 你们一定要双主修 就是你不能只有一技之长 你要有两个专门的 譬如说你可能从事一个行业 可是你可以另外一个东西 你可以疫情养性 你可以培养另外一种兴趣 这样子 那这种兴趣可以当成兴趣 也可以当成你未来 万一这个工作没有了 这个工作可以继续维系 所以您是这样子来鼓励女儿的 一定要多方的去一些接触 只要有兴趣的话 就要多 那真正师姐你自己呢 你自己在后来 包括了 因为你一路都是半工半读嘛 对不对 然后又考上职员 其实也应该某程度来说 见多世光 你自己后来觉得 走公务员这一条路 这个生活上面 比较安定 比较安定 那所以对于爸爸来说 女儿都是从事公务员 她在往生之前 都有很安心了吗 有没有曾经告诉你 她这一生还有什么愿望没有 她倒是没有怎么说 但是我知道我们令她很安心 因为大家都有工作了 那她也放心了 可以回想一下就是爸爸生病的那一段日子 我想我们从剧中看到 其实一家人都是很同心的 怎么样去安排照顾爸爸的这一段时间 像白天我们还是去上班 那就妈妈可能要承担得多一些 那后来是二姐的女儿 我二姐已经往生了 二姐的女儿那时候刚小学毕业 那她就来照顾 她自己看到说 阿嬷要很辛苦地去照顾阿公 所以她就希望说 能够来分担 这个孩子很贴心 她现在也跟我互动得很好 就由她来照顾一段时间 那照顾的时间不很长 我记得爸爸往生是我在身边 也让我体会了 人是原来在最后一口气要断气的 那种情景是什么 我觉得在这个戏里头 其实看到妈妈对父亲的情感 其实也是蛮多的 对 因为其实穷姿姐跟这个翁家明 在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看到的这个妈妈对于爸爸 还是有情感上很强烈的依赖 对不对 我想以前的妇女应该都是这样子 就是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嫁你了 即便说你有一些坏习惯 但基本上都还是接纳宽容的 比较认命 然后我觉得刚刚 刚刚您讲就是爸爸嗡射了她 我觉得她的心态应该是这样子 她当然是 她生这么多女儿 她当然是希望把这一群女兵们带好 可是她又基本上 她自己又过往一些不好的习惯 这是根深蒂固在她心里觉得是不对的 所以又怕家里女人们 太太们不谅解 然后又希望堆积自己是一个权威的这个形象 所以她的内心里面也不好过 那我觉得我饰演的她老婆这个角色 应该是能够非常体谅 理解她的心是这样子的 我们也请珍珍师姐来跟我们回忆一下 如果要你来形容一下父亲这个人 很简单的 你会怎么讲 其实我爸爸他也蛮威严的 因为在那个时代是这样子的 是应该合情合理的 那她从小她受过的教育 我觉得我很配 我爸爸的鞋子也很漂亮 还有她的汉血学这方面也很丰富 这个是我对爸爸好的一面的人 但是当我们看到她有时候拿不到 像妈妈要不到钱的时候 她会对妈妈有不好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会很生气 可是生气也没有办法 爸爸那时候就有时候 连我们都要一起受罪 所以我们会特别心疼妈妈 其实人跟人之间尤其是夫妻夫妻 就是一种缘在互动的时候 其实这是他们一定自己能够知道 怎么样去互动的 那爸爸在往生之前 有没有曾经交代过你们 什么样的事情 尤其是我相信他也是放弃不下妈妈的 对不对 那时候房子在盖 他没有办法的时候 看到房子盖好 当然他会有时候担心 而且这个病来的 你说突然是突然加速 本来他身体就有病 那个味道一直不好 那到住院以后 不过我相信 在我事后的观察当中 跟回想当中 爸爸对我妈妈跟我们有信心 因为他以前也常常不在家 我们也是这样走过来 所以我想他不会有很多的牵挂 是对你们这一家子的女性 有很强的信心的 当然一个至亲的离去 是一件很不舍的事情 尤其是珍珍呢 事实上对父亲的情感 也是非常的浓厚的 那么也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 我们的大爱剧场 情千万里 感恩两位今天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 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